你起来嘛 我叫起来 起来 老公 你今天要不要把衣服换了 好 快点拿 今天西梦瑶和老公何佑君参加了一道名为幸福三重奏的夫妻日常综艺 主要看点就是展示夫妻间真实自然的生活状态 有烟火气的幸福生活 就在最近的一些节目中何佑君叫西梦瑶起床 但是西梦瑶看上去的精神状态却不是那么好 整个人看起来神情比较倦怠 一直躺在床上不愿意起来 过一会儿以后西梦瑶坐了起来 但是一坐起来就忍不住的干呕 看起来似乎十分的难受 网友们看到这一举动纷纷猜测到这是怀尔胎了吗 毕竟斯泰良安琪早就表示 希望西梦瑶能够多生几个孩子越多越好 网友们纷纷表示 豪门媳妇还真是不容易啊 生孩子一个界啊 生孩子一个界 生孩子一个界 优优独播剧场Der